延續剛剛的問題 因為早上立委 蔣萬安是有提到說 部長在疫苗採購上說法 反復行為獨斷 因為不要負臂胎的字樣 因此拖延了BNT到貨三個月 想請問部長怎麼回應 第二題是想請教一下 今天A棟的住戶已經施打疫苗了 那針對B棟的住戶 如果解隔離的話 也會安排 補達疫苗嗎 謝謝 誰補達疫苗 B棟的住戶 他們解隔離之後 B棟的住戶 解隔離之後 如果他在自主管理 期間 那也可以考慮做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第二個 從來沒有因為有這些 檢體制而延宕了疫苗的進來 這我必須要鄭重的 跟在講這事情的時候 不要曲解這個情況 那甚至於到後來有這復必泰 有他的一個 相關的一些檢體制 我們也是一人決然的 決定讓他進口 所以絕對沒有 拖延之說了